好,各位观众,各位听众,大家好 欢迎来到频道 家庭美食海外吧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怎么炒酸菜 我拿着镜头过来 这是我们自己泡的酸菜 配料有生姜,大蒜,酸菜 回来我再录一期视频 给大家讲怎么炒酸菜 下一期视频我准备给大家做一个虎皮鸡爪 现在我们开始,这个酸菜已经切好了 把大蒜开碎 还是我上期视频讲的,不要这样 好,那样烘很多 好,这样切,不要切太碎 不是做蒜如青菜,就不要切太碎 好,现在我们开始烧油,洗锅 好,烧油,油不要太多 好,把花椒 还是我说呢,在自己家里 不要把油烧得太热 太热了,溅得到处都是 我带着围去 先放我们的酸菜 好 先放我们的酸菜 先放我们的酸菜 来到酸菜 来到酸菜 好 来去煎锅 好 这个很简单 烤到里,这个煎炒酸菜 烤到里 就让这个蒜 蒜和香 放你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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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用烟 泡到酸菜 里面 放的有盐 这就根据自己的口味 适当的加一点 也可以不夹 我今天做不夹 因为我感觉它可以 咸赞 有了喜欢吃那种麻辣的 可以放那个十件豆瓣 先炒十件豆瓣 我就 没有放那种 嗯 马上就 香味就起来了 但是我 很早 有一段时间呢 我做了那个 火锅底料 等一下 我可以放点火锅底料 等一下我可以放点火锅底料 放点 很快 几分钟 好 这就是我做了火锅底料 回来我再录一期视频给大家讲怎么做的火锅底料 麻辣味的 青油 不是动物油的 就是植物油做的 就是植物油做的 四川的很多火锅底料都是用了牛油 我觉得动物油 对人 生体吃的 可能会 我是感觉啊 我自己的认为 觉得植物油好一点 好 好 一定要锅炒一下 好 一定要锅炒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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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放点火锅底料 放一点 我自己做的 我自己做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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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三菜这样炒一炒 可以直接放到那吃 啊 其实三菜就是我平常我方人说的 一间的甜菜是一样的 就直接放到那炒好放到冰箱里吃 也可以这个三菜就像这样加汤 高汤,然后对一顿,把酸菜捞出来,下鱼就可以做成酸菜鱼状。 有很多这个做法,就像炒酸菜,加汤汁就变成酸菜鱼, 酸菜鱼是前期,不加汤汁,不加鱼就是炒酸菜。 好,这就一样可以了,我不用放盐了,因为我感觉还好。 好,这就可以了。 我们都是放到碗里面,我们有的放盘里面,要我炒的少,就放到碗里面。 好,出锅。 好,大家看一看,这就是炒酸菜。 好,谢谢大家观看,下一期视频我准备给大家做一个虎皮鸡爪。 好,谢谢。欢迎订阅《家庭美食海外饭》。 好,拜拜。 好,这就是炒酸菜。 好,谢谢。 吧,我们报告。 每天啊都是炒酸菜。 什么robi用?